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其實今天就是我在室里的最後一天 我終於收拾好房間了,可以跟大家做個room tour 我這次訂的酒店叫做Mercuroy Hotel 在Central Station旁邊 地理位置方面是非常非常好 它在Central Station7號出口走兩分鐘左右 所以它是所有地點的中間,真的很Central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就是我們的酒店 其實看起來不錯,Lobby也很正常 但進Lobby的路很臭,有垃圾房的味道 每一天,什麼時間都有 但進了酒店就聞不到,房間完全聞不到 你看,很近,後面這裡是Central Station 一走進去那裡,村蓋就是了 然後一出來就是巴士站 我們去Fish Market,去任何地方 大部分都可以去到的,除了Bondai Beach要轉車之外 然後這一條就是George Street 所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好像彌敦道一樣 在George Street那裡一路半村 所以是很方便的交通 還有這裏五分鐘路程左右 就已經有一間Wolfworth超級市場 對面就有Cammas這個美妝店 所以對於遊客來說是超讚的 我是很推薦大家去訂購這個地區的酒店 但我不太推薦大家去訂購這間酒店 原因是稍後再說 來一個Room Tour 我現在出了門口拍給你們看 它是很經常的拍卡酒店形式 然後可以進來就放在這裡 大家看到一進去房間就已經看完了 左邊有一塊全身鏡 右邊就是廁所 Hi 這裡是有一個浴缸的 但浴缸其實都可以很髒的 不過我洗了幾天涼就已經不覺得了 你們看到不算很乾淨 之後它是用這種方式 兩邊扭凍熱水 很廢 它會突然超熱又會突然超冷 總之永遠都找不到一個平衡 而且它是用這種方式的 其實挺搞笑的 它只有半個玻璃 所以地面會濕透 然後這邊是廁所 然後有一塊鏡可以化妝 之後就會有一個mini bar 所有的水、酒、薯片 全部都要收費 然後下面這裡就有些咖啡、水壺、杯 然後下面就是雪櫃 來到這邊就會有一個衣櫃 它是有個封堂 之後沒有浴袍、沒有拖鞋 但反而有燙衣板 下面好像有多一點皮 但沒有開過 我和媽媽就訂了一間兩張床的房間 因為我不習慣和媽媽同床 這張床其實就很好睡的 它是一個雙人床 但比單人床更闊一點的床 它的枕頭也蠻舒服的 總之我們這麼多天都是一覺睡天光 不過我們也很累 然後後面就有幅畫 床上面就是鏡 很大塊鏡 所以我平時化妝也不會在廁所化喉 都是這裡去夾頭 化妝就自己帶鏡在窗台化 因為那裡的陽光超美 然後床旁邊就會有一張桌 我用來化妝和擺東西是超嫩的 前幾天 大家看到我已經收拾好了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很陽光的窗台 照了後會被它曬醒的 不過它是有窗簾 和對面是很近的 我覺得晚上我換衣會被人看到 所以一定要關窗簾 然後電視就在上面吊著 但我們沒有開過 大家看完的格局 其實也是一個很普遍的酒店 這裡的價錢其實不貴 它是大約七百零八百元一晚 未算稅 所以算稅的話 大概是一千元有找的 但為什麼我會說不推薦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這裡的水溫 我每一晚洗澡都好像冰火一樣 要不就很熱要不就很冷 然後中間終於有些暖的時候 就只有十秒左右 我要超快的洗頭 為什麼我沒有特意去換房呢? 就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換了有沒有用呢 就是這裡沒有燈的 大家看看 牆上面是沒有燈的 天花上面是沒有燈的 這裡是靠什麼照明的呢? 就是床頭這幾盞 這兩盞燈 然後桌上面那盞桌燈 還有呢 還有這一盞燈 然後就沒有燈了 這裡晚上是超級暗的 就是我有時候早上回來 想著不如可以拍到一條影片 或者一條Hall的影片 買了什麼 或者做一個總結 是完全不行的 是暗到神經病的 那這件事就個人喜好 因為真的很暗 就算平日去旅行也好 你回到酒店 或者在家裡回到房間 你也會開燈 但是這裡開完燈 超級浪漫的 那我昨晚就特意拍了那個情況給大家看 看看大家的接受能力 我自己就喜歡一些光暗的房間 這裡的日頭是超級暗的 因為澳洲的陽光太好了 所以早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晚上我覺得比較大問題 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會同一個地理位置 可能會試其他酒店 那這就是我的酒店room tour 和我的感受 希望大家可以做參考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或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推出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間七天 還有星期六間到12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